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以目前来讲到昨天为止整个在上市的一个农券大概还有将近30万张左右 所以这个一定要让你恢补的动作 第二个为什么叫嘎空手 因为我相信其实从整个成交量到目前为止只有1100多亿 就可以带领大盘加权指数拉到将近9500点的 而到昨天为止融资水位也不过多少 2100多亿融资水位 那我们也很清楚大部分投资朋友可能都还在场外观望 害怕不敢进场买股票 这就是所谓的嘎空手的一个行情 那我记得过去这半年来我已经跟头车讲了 好好把握今年的七合一的选举行情 而且不是今年行情就走完了 别忘了2016年1月份的左右 应该预计是在2016年1月份 会还有一次的2016年的总统大选 那既然2016年的1月份要总统大选立法委员选举 行情绝对不会是在2016年才开始动 一定是在提前就是在明年的2015年 就会展开一波的所谓的总统大选行情 所以我们一直跟头车强调 如果看到美国股市可以写下历史新高 德国的法兰克福指数 一样可以写下历史新高 你为什么要划地自线 为什么要觉得说台股8800、9000、9200、9300都是压力 结果今天不是看到9500点了吗 那我也跟你讲了嘛 那如果整个最近压力过了 那不是这一波未来不是先看到多少 9800跟万点上下附近了吗 所以我觉得看法是 第一个整个大盘到目前为止 不论从一个价量角度 不论从一个筹码面角度 都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这多头绝对都还没有结束 那这个行情今年记住我跟你强调的 先涨到怎么样 11月份左右的七合一选举 换句话说现在今天也才7月1号 你还有多久时间 你还有多少行情可以赚 还有大概四个多月左右可以赚钱 今年先赚721选钱行情 明年再赚2016年的总统大选行情 好好把握这两年行情 那我也跟你讲万点一定会来 信不信由你 现在还在9400多点 搞不好真的像韦庭所讲的 过两天搞不好就真的看到9500了 搞不好下个月 七月中下旬或下个月 你就看到9600 9800了 搞不好今年真的给你什么样 稍微点一下外底有个人 搞不好真的这一两年 台股就像美国股市 就好像德国股市一样 给你写下历史清高 突破12682 搞不好都有机会发生嘛 所以我说多头市场 你自己不要画地自线 多头市场看支撑不看压力 你只要记住整个中期的支撑 你目前来讲就是在一个季线 今年以来就是沿着季线在盘间上来 那目前季线已经扣提到9000出头了嘛 那代表下档的风险绝对都非常有限 或许短线涨多了会有短线的震荡整理 但是你会发觉趋势就是没有改变 记住我一直可以强调 大涨小回到七合一选钱 这是今年明年再赚一波 所谓的总统大选行情 好那行情竟然破断是往上看 那我相信其实大家也看得出来 整个行情再往上看 今天的强势族群在哪边 以电子股为主 那电子股最强的 应该就是主要在两个族群 第一个叫做以台积电为主的 半导底跟封车的标的 那我相信其实在过去 整个第二季的时候 我也在节目中跟同志们讲过的 半导底封车这一块 趋势仍然是往上看 所以我们看到的 导播可以的话帮我们带一下 包含在台积电 今天股价是持续的写下 整个波段新高 看一下K线图 对不对 今天持续写下波段新高 包含231的日月光 有没有这些 虽然没有涨停板过 但是就是有本事涨不停的股票 2325的细品 对不对 今天也是一样 已经都来到五十几块以上了 对不对 也都是要在震荡走高 再写最后整个波段新高上来 这是一个强势族群 第二个强势族群里面 我相信就是我们过去这两三个月来 一直在跟头车强调的 第三季绝对是电子股的盘面焦点中心之一 就是苹果供应链的相关个股 那你会发觉它也不用等到第三季 它也更不用等到9月19号 iPhone6推出来的那一天 股价一定会事先反映 所以谈到整个苹果供应链的标的 我们看一下这些指标股 包含今天带动大盘指数持续大攻击的 就是在龙头股里面的全值指标股的 2317的鸿海 导播可以帮我们带一下 今天又是一根中长红 已经来到102块 再度的血下波段新高 你看最近这两三年来 你真的都已经好久没看到 三位数百元以上的鸿海了 对不对 甚至我们在FB88经费里面 几乎从140几块 我在po文章里面 陆陆续续跟你推荐 接追踪的这一档6121的新谱 对不对 从140几块到今天为止 已经涨到多少 哇盘中已经看到多少 看到196块 就是来导播帮我们带下我的字卡部分 对不对 从整个这一档股票新谱 是不是 当时在这边140几块的时候 我就在FB88经费 陆陆续续播我po文章 跟你持续追踪这一档股票 甚至在每天盘中 跟三立财经台的盘中连线里面 我都有跟你谈到的苹果供应链里面 一定都有跟你谈到这一档新谱 那我相信 沿路也从来没有涨停板过 这就是苹果供应链的特性是 虽然很少涨停板 但是就有本事涨不停 除了鸿海 新谱 光光短短这将近两个月时间 涨到将近200块 已经涨了30几%了 搞不好震荡完随时可以功课200块 都有可能发生 对不对 甚至我们在之前跟投资后 讲过的一些股票 4958的F增顶 今天是不是跟着鸿海一样 盘中再度写下整个波段新高 对不对 再度写下整个波段新高 已经看到102块了 从端午节的加菜金 5月底6月初的时候 一个月前88块的时候 就是在这边88块附近的时候 我们在节目当中 公开的把这一档股票 免费的送给各位 亲爱的投资朋友 当时在88 先拿一段来到98块半 之后经过一个证段整理 大概将近三个礼拜证段整理 你看这几天又跟着怎么样 跟着鸿海的脚步 再度写下波段新高 对不对 已经大涨到102了 好那你说这些的 苹果供应链股票 除了鸿海F增顶 除了整个新浦 甚至今天涨停板 明天随时可能要写下波段新高的 就是在2402的益加之外 甚至包含在整个加连益 整个4月到5、6月份这段 第一段19% 第二段20% 加起来将近四成的获利的加连益 我想震荡完应该也是有机会 甚至我们也讲过了 如果包含在整个加连益 包含在整个今天涨停板的益加 包含在整个F增顶 这些软板的族群 下半年都告诉你 我一定比上半年还要好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也讲过了嘛 那属于这个小增顶雅电 属于软板上游的一个材料的一档股票 你会发觉过去这段时间 也是大涨上去的 甚至短线在这边高档震荡两三天之后 今天的4939雅电 不是又是一根中长红吗 盘中不是又差一档 又随时准备写下整个波段新高吗 所以谈到整个这一块的族群 我想苹果供应链的这一块族群 很简单 常常有人会问我 包含我们的家族成员 包含很多的投资者 都会在FB里面 敲我问我说 老师今天涨到102块的F真理要不要卖一趟 老师今天涨停板的一家要不要卖一趟 我的看法都很简单 你看到iPhone 6出来的没有 还没有吗 还没有代表如果iPhone 6到现在都还没出来 请问相关的苹果供应链股票 利多出进了吗 还是才刚要开始而已 我认为最近的整个苹果供应链 最近这几天的上扬 其实只是还在热身阶段 等到你未来这几天 看到6月份的营收公布 甚至等到下个月 那你看到什么叫做7月份的营收 等到9月份 你看到8月份营收 9月19号 你看到iPhone 6出来的时候 我的看法是 巴胺辛普 巴胺鸿海 巴胺F真理 甚至加联益这些股票 绝对到时候的收盘价 绝对都在今天之上 所以针对着苹果供应链股票 我的看法 震荡拉回 我认为都应该是早买点 甚至搭配者行情我讲过了 整个电子股这边有苹果在带 那行情绝对不会太寂寞 所以 为什么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一直跟头头强调 这是大多头行情 你会发觉 当你一直在等 因为很多头头都每次都会讲说 那我等拉回 我等拉回 我等回到 在今年上半年四五月的时候 当时指数在八千八 很多头都会说 我等拉回八千五我进场 结果你等不到八千五嘛 涨到九千的 涨到九千就说 我等拉回到八千八我进场嘛 结果九千点 你又等又没有拉回啊 涨到九千两百二十点啊 好来到 九二零的时候 你就说 好如果下次有机会 回到八千八到九千我就进场 结果 指数真的是大多头格局 一路看回不回 又拉过九三零九 马总统的就任当天的最高点 好那我相信很多头证说 好那我等拉回买 结果 你一直在等拉回 一直在等拉回 你一直告诉你自己 你一直告诉我们线上服务人员 甚至有时候你都告诉我本人 对不对 在跟我电话中里面 或在FB里面都告诉我说 老师 下一次拉回 我一定替你的建议下去买股票 等到现在为止 今天指数已经在创新高 九千四百多点了 我还是要跟头上讲 大多口行情里面 行情不会等你 九千四百多点不进场 信不信 真的过阵子 让你看到九千五 信不信 搞不好就看到九千八 九千六九千八百点 信不信 明年 我可以肯定告诉你一件事情 台股会站稳在万点之上 好明年 最慢明年 好我讲是最慢明年 台股会可以站稳在万点之上 信不信有你 就好像 好 一三个月 六月份的时候 我也跟你讲过嘛 当全市场 在担心害怕 觉得说九千点之上是高点 是压力区的时候 是 在历年来 在九千点好像买股票 都不太会赚钱的 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我在FB88 发敬慧里面PO文章跟你讲过的 未来这一两年 九天点之上将是常态 也许 在一个月前 在上个月 我讲这些话 你会半信半疑 但是我相信 当你看到今天指数 已经涨到九千四百多点了 你也很清楚知道了 九天点之下 应该是 短期间回不去了 就好像我们的财政部长 张胜和所讲的 九千之上叫做云淡风清 对不对 那九千点之下 已经回不去的过程当中 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甚至 好股票 更是一支支的往上飙 所以你看过去 这一个多礼拜来 为什么说 很多光是我们家族成员 或者是我们FB88 金会的粉丝团的投资朋友 还有我们 88金会的忠实观众 真的都是股票市场的 这一波的大赢家 因为除了 Apple股票在大涨之外 你看 这些包含鸿海 包含在整个F真顶 包含在雅电 包含在整个星浦 几乎是我常常跟你分享的标的 真的到今天为止 这些股票 都持续的写下 今年的波段新高 那除了这些股票之外 我想在过去这一个多礼拜以来 除了稳健的 虽然很少涨停板 但是涨不停的苹果供应链之外 我相信过去这一个礼拜以来 标股标股 我们也当你 拉带了 拉出了怎么样 总共到今天为止 八根的涨停板 那这八根涨停板 怎么来的 就是很简单 从科研的上个礼拜的四根涨停板 对不对 将近四成的获利 六天是将近四成的获利 之后的信仓的两根涨停 四根加两根叫做六根的 以及昨天的股市明灯的涨停板 七根了 你看这个都是这一个多礼拜来的事情 以及今天的这一档 一代家人 来 这个还没有涨停 我在盘中 中午休息时间的时候 中午吃饭时间 印这一档股票的时候还没涨停 今天尾盘再锁上去涨停板 等于过去这一个多礼拜以来 总共送给你八只涨停板 其中我刚也讲没有包括 苹果供应链的新浦 F真鼎雅电这些标的在里面 就光光这几天科研的四根涨停 信仓的两根涨停 股市明灯的涨停板 以及今天一代家人涨停板 那谈到这一档一代家人这一档股票 我想为什么很多投资朋友 还是在看我们节目之余 还是要加入我们的FB88金融的粉丝团 因为在这一档股票一代家人 我在今天大概中午吃饭时间 我有特别po了一小段文章 你自己现在有兴趣你去看 我特别写的说这一档一代家人 这一档低价的生计股新生计股要轮到它要飙了 我还在今天的FB88金融会里面跟你提示说 过去这段时间有一些涨多的生计股 我们看一下包含在1786的科研 导播可以帮我们带一下分时走势图 今天盘中灌到尾盘沙道跌停板 1795的美食今天从涨停沙道左右跌半只左右的停板 对不对甚至包含今天的4130的建雅 在涨停爆量打开也是出现比较剧烈的一个震荡 4161的预星科今天也是从涨停灌到跌了将近半只停板出来 那我在今天中午时间我也跟你讲 很多的生计股之前涨多了 开始要做有一些获利了结的调节慢压出容 但是新生计股我讲过生计股它会轮动 新生计股这一档只有十余块的十来块钱的这一档 一代家人我说他正要开始转强准备上工 所以今天很多的投资朋友眼明手快 手脚比较快的投资会怎么样 在今天中午的时候FB看到我PO的这个讯息 好多的投资朋友很多我们FB粉丝团投资会分分来电怎么样 恰询我们线上的讯息说 刚刚你们王老师在FBPO的那一档 生计股是哪一支 那我相信手脚快一点的投资会 今天跟上车的今天尾盘已经亮灯涨停锁在那边了 那至于这档股票是哪一档 为什么这档股票有机会我想我待会下半场 再跟投资后做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 所以我认为说经过这几天的一个八支场停板之后 我想我刚也讲的这个标股体验营标股体验营 对不对行情就告诉你你今年就是不用怀疑做多到选钱就对了 或许会有有时候会有短信的涨多的一个大盘指数 会有收黑稍微整理的时候 但是你就是做多因为趋势还是往上看 那我们几乎让你零负摊 你看昨天打电话进来的投资本 今天一代家人已经跟上车 今天中午10分 中午的时候有看到FB88经贵的讯息的 打电话进来的 手脚够快的 我相信今天一代家人 一样可以今天让你现卖现卖现占 现占涨停板 那针对这档一家一家人 这档股票你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欢迎你现在都可以利用 待会广告时间一通电话 跟我们线上服务人员保持联络 好不好谢谢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李州投股专业团队为您服务 最精强的产业研究团队 领先市场挖掘好股 波段为主 短线为服的操作策略 全方位掌握股市脉动 洽寻专线 02-7725-1377 7725-1377 17年来您换过多少风扇 自1945年 美国Vernado一家子的眼镜 以涡流技术打造今日的传奇 台湾20万用户 93%持续运转中 沃拿多 涡流空气循环机 极简科技尊容独享 巨匠电脑改变你的未来 暑期动画版 买e送1再送iPad Air 雅诗兰黛给你百里透红好气色 粉红牡丹精脆 瞬间保湿无敌粉嫩 很暗沉肌肤说拜拜 专为年轻肌肤诞生 全新红16超能系列 雅诗兰黛 终于不凡 SONY BRAVIA一金电视 变形金刚4 现正热映中 欢迎再来回到88经议会 据说这个大盘里头 目前这个大盘已经找到了9400点了 这个时间来到了7月1号 正续布了第三季 第三季还有哪些产业 目前可以多方的留意的 我想其实我们在最近也是 在FB88经议会里面 甚至在节目中跟你分享 第三季你要留意什么 当然如果从一个基本面角度来看 现在要公布的就是6月份的营收 所以短期间6月份营收好的标的 你可以注意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6月营收一公布 是第二季财报 上半年的半年报呼之一出 所以半年报第二季财报好的 或半年报好的公司 我想短期间也可以特别留意 另外第三个也就是我们在 最近也跟你讲过的 高配高股息值率率的一些机优股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上礼拜的时候 跟投资人谈到这一档股票 有没有在FB里面跟你谈到的这一档 生计股里面的什么样 1788的新仓 当时我们在上礼拜三 谈到这一档股票原因里有在哪边 就是基本面够好 然后配息5块钱 股息值利率大概有5%多 我说这个一定会有 如果不动一定参加除息 一定会填息嘛 但是如果短线已经开始急了 你就看你个人要不要参加除息 但是我相信 当我们一讲完 看到新仓的连续的两根涨停板 三天其实就有十几块的价差出来了 对不对 好那今天一样嘛 我们看到一档 一样在生计股里面的 1707的一个葡萄王 导播可以帮我们带一下 1707的葡萄王 也是一样啊 7月9号要出息嘛 这几天公布 来昨天一根中长红 今天虽然很多的生计股 做涨多的拉回整理 但是今天的葡萄王 却是一根涨停板 再写下近期的一个新高 那也就是因为 准除前出息的股票嘛 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就是我们才讲的 下半年第三季或下半年 营收获利的成长股 可能就在苹果供应链这边 那刚刚也跟同志们分享过了嘛 那以及可能在筹码面这边 那如果在整个筹码面追踪 你有兴趣的 今天晚上别忘了 9点到10点 你可以锁定韦庭所主持的 三立的一个全球财经节目 这个韦庭会最 整个大户最近在买超的一些标的 跟你做个筹码面一个追踪 好那除了这些之外 也就是我们过去 在这段时间跟你谈的生计股 你会发觉今天 虽然生计股的震荡幅度很大 但是是不是所有生计股都不能碰 没有 我们讲过嘛 生计族群本来就会轮动嘛 所以从之前的时候 你看之前我们在当里 做的生计族群 通常大概大涨一波之后的生计股 我不敢说全部啦 大概八成我们卖掉生计股 短期间都会做整理嘛 从整个季生 对到台亚 我们获利了结之后 这些股票几乎都在做震荡整理 五月份带你做的志勤 承德 除了承德继续标之外 泰博 你看这些卖掉都在做整理嘛 对不对 基亚卖了也在整理嘛 云城卖了在整理嘛 剑桥卖了虽然这支也是例外 唯一到目前为止就有两支例外 我们卖了还有再创新高 好到整个最近的科研 性仓 我相信都是大涨上去的 所以我想除了这些股票大涨 我们讲过了嘛 生计族群 它一样会轮动上攻嘛 所以第一个从之前的高价的 新钥指标股 基亚 至今大涨完之后 最近这两档股票 你看就休息了大概一个多月 那之后我们看到轮到了 我们在最近这段时间跟你讲过的嘛 像科研 也是我们最近在跟你讲的一些标的 科研这档股票 看好的原因里有 之前讲过的 你也看到它的四根的涨停板 对不对 也正如我们所讲的 真的来到一百多块 好那来到一百多块 当然你在这边 等到股票拉出四根的涨停板 对不对 等到股票这样子大涨的将近四成 短短一个多礼拜时间涨的四成 当然短线就不要就做过度追价嘛 肯定都被短套嘛 所以为什么在今天中场过后 我不是在FB88 就跟你讲嘛 有些生计股要短线要回档了 你不要碰它 但是生计股里面 我讲的嘛 一样会轮动 那会轮到哪边 我觉得像这种在低档的股票 你看 之前人家在大涨 他没有在涨 这个我认为是新生计股 什么叫做新生计股 就是他原本可能是在做产业股的 做传统产业的 他原本可能是在做电子业的 尤其是很多的电子业的标的 那原本他是在做电子业的 一档电子的一档股票 那他最近怎么样 第一个看到这档股票原因是 股价经过这大半年的整理 这半年来 大盘指数在大涨 生计股在大涨 他没有涨 他在做中端整理 他在做打底整理 第一个 他转投资 今年已经确定是要转亏为盈了 不会再拖累他了 第二个 他本身切入怎么样 医疗高端专业的显示器 高端核专业的显示器 以及在光学的精密电子产品 这就是他未来的一个爆发性在这一块 未来他的利基点就是在这边 尤其在医疗的这一块 那你说这档股票 目前才多少钱 导播这边可以帮我们带一下 我相信这档股票 其实磕头之朋友 尤其如果你是 资金比较少投资朋友 不要再旺盛进股和心探 基业资金收贵买不起 哎呦 预星科 百几块买不起 哎呦 科研那几百九十块买不起 但是这档股票 才多少钱 十块十来块而已 十块出头的一档股票 我相信 不论你是资金少的投资 你也跟得上 你说你大资金投资 可不可以买 可以啊 因为他也是有量的股票嘛 你看这成交量几万张 成交量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不论你是资金小的 你资金大的 你都可以跟上车 那我们讲嘛 有时候有一些电子业 转到 生计这边 有没有过去的成功例子在 有嘛 如果导播可以的话 帮我们带一档股票 他叫做八二一五的明基财 来打播带一下明基财这档股票 谢谢 明基财这档股票 像以前他也是做电子业嘛 也不好啊 所以你看当时股价多少 在十块附近嘛 但是因为过去这两年 明基财为什么大涨 他绝对不是因为面板的 你组件好嘛 对吧 他就是因为 切入怎么样 隐形眼镜这一块 所以让他股价从十块 标了多少 标了四五倍 标到五十块上下附近 好 那如果过去这种 电子股 这种切入医疗的这一块的 生计医疗这一块的 只要未来有机会开发结果的 人口票对十五期那五十 那同样的回过来 这档一代家人 一代家人这档股票 他已经本业赢在赚钱了 他现在切入的医疗的高端 还有医疗的专业的显示器 我不要说 有没有机会 复制明基财 从十块起来五十块的模式 如果从这边可以大涨 三五层上去 你要不要跟上车 如果你要跟上车的投资 这档一代家人 你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欢迎你现在就可以 跟我们线上会很保持联络 好不好谢谢 好 更多的这个分析 取出了明天节目 我是韦婷 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by bwd6